雷电击中四家车骑火!交警,车辆自然!无人员伤亡! 张电交警疏到交通! 鲁中网,鲁中晨报6月13日讯,记者!张琪,13日下午,资博出现强对流天气,有网友向记者反映连通路上一丝家车骑火了,是被雷电击中所导致的。 记者采访了解到,车辆起火是自然,原因还在调查中,未造成人员伤亡。 13日下午,记者从张电交警大队了解到,今天下午14时30分左右,在北京路连通路路口东100米处,一辆小轿车发生自然,正在路口直勤的民警发现火情后,立刻组织人员赶往现场,帮忙疏导交通,随后消防车赶到,帮助扑灭自然车辆。 据了解,当时车上共有两人,事故为造成人员伤亡,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。